当天吴邦国还考察了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 1979年成立的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 是新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家银行分支机构 吴邦国先后走进分行个人金融部、企业金融部和资金部 同员工们亲切交谈 询问金融产品创新、外汇交易、经营管理和网点建设等情况 在听取了中航董事长肖刚的汇报后 他称赞中航开中国金融企业走出去之先河 探索出了一条海外发展的新路子 希望中航及其海外机构加快国际化、多元化、智能化步伐 努力把中航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大型跨国金融集团 一要更好的服务于中资企业走出去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、产业优化升级 二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家结算 三要着力培养国际经营人才 吴邦国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中资金融机构和走出去企业 要加强对世界宏观经济形势的前瞻性深层次研究 既要善于在危机中寻找机会、加快发展 又要全面提高市场风险管理能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兼秘书长李建国等参加考察 请记得订阅 freudn